当我们走在生活的道路上,很多时候都会面对困难和挑战,但你知道吗?如果我们带着一颗慈悲的心去面对,不仅能帮助我们自己,更能对他人产生深远的影响。 想象一下,你正站在一片树林中,看着太阳的光束从树叶的间隙中照射下来,那是如此的温暖和柔和,而你的心脏就像那片树林中的一棵树,充满了生命的能量。 但如果这颗心带着慈悲的情怀,它所发出的能量会变得更加强大,像是加倍的阳光,这时你可能会问哪个如何培养这样的慈悲心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透过观想和祝福,首先,我们要先学习如何练习观想自己的心脏,你可以先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闭上眼睛,伸呼吸,放松自己,然后将你的注意力转向自己的心脏,那是你生命的中心。 在你的心中,想象一束光从心脏传送出来,这束光是你的爱,你的慈悲,你的祝福,你可以想象这束光如何填满你的胸腔,然后向外扩展,照亮你的双手,你的头,你的腿,最后照亮整个身体。 当你的身体充满了这股光亮的能量,你会感到一股从未有过的温暖和舒适。 接着,你可以给自己一个祝福,就像对自己说,但愿我健康平安,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头上的祝福,更是一种真诚的期望和祈愿。 但我们不能只关心自己,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中,所以当你给自己祝福后,再想象你的祝福像一圈圈的水波,从你的心脏向外扩散,照亮更多的人,你可以想象这些光束触及你的家人,朋友,同事,甚至是那些你不太熟悉或从未见过的人。 你的爱和慈悲能够五眼福见,像是佛教徒所说的回向,把功德回向给所有的众生。 当你的意念处于现在的这个时态,而且十分明确和清晰,你的祝福和爱将会成为现实,并对他人产生真实的影响。 你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吗?因为当我们的意念清晰,强烈而且正面时,它将会像一个磁铁,吸引和自己意念相符的情况和事物。 这就是所谓的吸引力法则。现在,你可能会觉得这很神奇,但这其实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透过观想和祝福,我们不仅能够帮助自己,更能够为这个世界带来正面的改变。 所以,从今天起,当你遇到困难或感到疲惫时,不妨试着进行这样的练习,给自己一个祝福,然后再将这份祝福传递给他人。 这样,你将会发现生活中充满了爱和希望,而你也将成为这个世界上的一道光。 你有想过你的思考有多么的强大吗? 有时候,我们简单的一个念头,一个想法就足以改变整个世界。 但如何真正有效地培养和运用这种念力? 就像一门艺术和科学,大家都知道,专注是一个强大的工具。 当你集中精力在某件事上,不受外界干扰,你的大脑和身体会产生一种神奇的共鸣,你的想法和意念就会变得更加清晰。 有人说,专注是成功的秘密,而我会告诉你,专注其实是念力的活种。 但有趣的是,虽然专注是如此的重要,但科学研究告诉我们,和谐更是让念力爆发的关键。 所谓的和谐,不仅是指心情平静,还包括你的身体,你的环境。 甚至是你与大自然的关系。 当一个人身心合一,与外界环境和谐,他的念力就能够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那么,如何达到这种和谐的状态呢? 首先,选择适当的时间与地点是关键。 你可能会想,时间和地点和我的念力有什么关系。 事实上,你的外部环境直接影响你的内心状态。 试着想象一下,你在大自然中听着鸟的叫声,感受着微风拂过。 这时候的你会比在吵杂的办公室或是拥挤的市区更容易进入一个和谐的状态。 接着,当你找到了那个适合的时间和地点,就是时候静下心来了。 深呼吸,放松身体,让你的心灵和大脑进入一个宁静的状态。 现在,你要开始进行心智的演练了。 观想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技巧。 尝试想象你想要影响的对象,不论是一个人,一件事或是一个目标。 用你的心灵去绘制一个图像,让这个图像在你的脑海中变得越来越清晰。 有人说,当你可以在脑海中清晰地看到某件事,你就已经完成了一半。 这正是因为你的念力开始作用了。 这种心智的演练,不仅可以提高你的专注力,还可以让你的念力变得更加精准且强大。 在这整个过程中,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干扰。 也许是外界的声音,也许是内心的疑惑。 但关键是要学会让这些干扰成为你念力培养的助力,而不是障碍。 每当你觉得分心或是困惑,就回到那个心灵的图像,让它再次变得清晰。 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你的念力不仅变得更强,你的生活也会因为这种能量而变得更加和谐。 所以,不论你是想要改变自己,还是想要影响这个世界,都不妨尝试这种念力的培养方法。 只要你专注,和谐且持续努力,你的念力一定可以达到你想要的目标。 当我们谈到念力时,很多人可能会想到各种超自然的能力。 比如通灵,勇士或者心电感应,但其实念力更多的是关于心智训练,专注力以及心灵的力量。 而要真正达到这样的心智状态,选择一个能让自己宁静舒适的环境是至关重要的。 想象一下,当你想要进行深度的冥想或心智训练时,如果周围都是吵杂的声音,自眼的光线,或者其他各种干扰。 你的心智自然很难达到那个高度,但如果你身处于一个宁静的环境,心智就更容易进入那个所谓的高度。 那么,如何选择一个适合的念力空间呢? 首先,这个空间需要是一个能让你放松心情,感到舒适和平静的地方。 对一些人来说,这可能是家里的某一个房间,对其他人来说,这可能是公园里的一个安静的角落。 但如果你问我,我会推荐你去山区,特别是那些有流水的地方。 为什么呢?首先,山区的自然环境能够让人感到放松和平静。 当你站在那里,感受到微风轻浮,听着鸟歌唱,心智自然就会放松下来。 再者,流水的声音本身就有一种魔力,它能够让我们的思绪得到平静,帮助我们专注于当下。 而且,流水地区的离子浓度也比其他地方高。 这些负离子被认为能够提高我们的心智能量,使我们的念力训练更加有效。 除了山区和流水之外,这个念力空间还可以添加一些你喜欢的元素。 比如,你可以放一些轻柔的音乐,燃烧一些让你感到放松的香薰,或者放一些你喜欢的植物和花朵。 但最重要的是,这个空间需要是你自己的。 当你进入这个空间时,所有的烦恼和压力都应该被留在门外。 在这里,只有你和你的心智,一旦你找到了那个适合自己的念力空间,记得经常去那里。 每次当你感到疲劳、压力或者分心时,都可以去那里进行一次心智训练。 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你的念力会变得越来越强大。 而这种强大的念力,不仅可以帮助你达到心智上的高度,还可以影响你的日常生活。 因为当你的心智变得更加专注,清晰,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和方法也会随之改变。 所以,不论你是想要提高自己的专注力,还是想要培养自己的念力。 选择一个适合的念力空间都是至关重要的。 而这个空间不仅仅是一个物理商的地方,更是一个心灵的避风港,进入冥想状态,使人体脑波从日常的beta波,放缓至α甚至seta波的过程。 在这个深度放松的状态下,我们能够更加的专注,放松,甚至能够达到心灵的自我治疗。 那么,究竟如何让自己从忙碌的日常生活中转换至冥想的状态呢? 这就需要我们调整自己的坐姿与呼吸。 想象一下,你正坐在一片宁静的湖边,微风轻浮,水面上的涟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这时候,你想要沉浸在这个和谐的环境中,所以你选择坐下来。 调整你的呼吸,让自己更加的放松。 但是,如果你坐得不舒适,或者呼吸不正确,那么这一切的和谐都会被打破。 首先,我们来谈谈坐姿。 不同的冥想方式可能需要不同的坐姿,但最基本的坐姿,是让自己坐得舒适而又不会产生压迫感。 选择一个固定的坐姿,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和脑部建立一个进入冥想模式的连结。 你可以选择莲花座,跪座,或者是椅子上的坐姿。 重点是要确保你的脊柱是直的。 头部略为前倾,眼睛可以是闭上的,或是半开。 专注于一个固定的点。 当你的身体找到了最适合的坐姿,下一步就是调整呼吸。 呼吸是我们与外界的连接,它不仅仅是维持生命的必须,更是我们心灵的镜子。 当我们焦虑、紧张时,我们的呼吸会变得急促,而当我们放松平静时,呼吸会变得深长。 冥想的时候,我们要尝试进行复视呼吸。 这种呼吸方式不仅仅可以帮助我们放松,还可以增强我们的专注力。 简单来说,就是当你吸气的时候,让你的腹部先膨胀,然后再让你的胸部膨胀。 当你呼气的时候,先让胸部回缩,然后再让腹部回缩。 在冥想的过程中,你可以试着深深的吸气,然后缓慢的呼气,让每一次的呼吸都成为一个放松的过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你的心智会逐渐的从日常的烦扰中脱离出来,陷入一个深度放松的状态。 这就是脑部放缓到冥想水平的过程。 透过这种状态,我们不仅仅可以获得身体的放松,还可以达到心灵的平静。 而这一切都是从调整坐姿与呼吸开始的。 所以,下次当你想要进行冥想的时候,不妨先花一些时间调整自己的坐姿和呼吸。 让自己真正的沉浸在这个放松的过程中。 而当你真正的体验到冥想带来的好处后,你会发现,原来这一切都不是那么的难。 只需要一点点的调整,一点点的练习,就可以达到那个深度放松的状态。 身心合一,专注于当下,这是每一位寻求内心平静的人所追求的境界。 不过,你是否曾经在尝试专心时,被心中的万千杂念打断过,或许是想到工作的事情,或是家里的大小事。 不过,真正的专注并不只是将注意力放在一件事上,而是完全投入于那个当下。 无论是视觉、听觉还是感觉,要达到这样的境界,首先要学会的是观察自己的感觉,而不是评价的。 当你感受到风吹过脸颊的凉意,或是听到远方的鸟鸣,尝试不要对这些感觉下判断。 只是单纯的去感受它,去珍惜这一刻的美好。 此外,当你专注于自己的感觉时,也会发现心中的杂念会逐渐消失。 当你完全沉浸在这个当下,那些日常生活中的烦恼,忧虑都会暂时退去,只留下你与当下的连结。 而这样的专注,不仅仅可以帮助你达到内心的平静,还可以让你更加的了解自己。 当你学会观察自己的感觉,不带任何价值批判,你会发现自己的真实面貌。 了解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而不是被外界的声音所影响。 不过,要达到这样的境界,需要的不只是一两次的尝试。 正如一位禅师所说,冥想不是一种技能,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不要注急,每天尝试专注于自己的感觉,每天都是一次新的练习。 在这样的练习中,你会发现,不只是内心会变得更加的平静,连外在的事物都会变得更加的清晰。 当你学会专注于当下,你会发现那些曾经觉得很困难的事情。 现在都变得不再那么困难了,因为你已经学会了如何放下执着,如何真正的专注于当下。 专注于当下,不只是冥想或是瑜伽的技巧,它更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当你学会专注于自己的感觉,不带任何价值批判,你会发现生活中的每一刻都是那么的美好,都是那么的值得珍惜。 所以不要再被那些杂念所困扰,不要再让外界的声音所影响,学会专注于当下。 专注于自己的感觉,并珍惜每一刻的美好。 这就是专注的真谛,是一个人在追求内心平静的路上,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 透过这样的专注,你不只是获得了内心的平静,更获得了真正的自由,那就是放下执着。 只专注于当下的自由,生活中充满了喧哗,忙碌与纷扰,但你知道吗?每一个瞬间都隐藏着禅定的机会,无需逃到深山古寺,只需要将心静下来,培养那份专注,生活本身就能成为禅修的最佳场所。 首先,让我们想象一下你正在家中准备做一顿晚餐。 当你切蔬菜时,你是否真的看到了那些蔬菜,它们的颜色,形状,甚至是纹理? 当你放慢脚步,真正的观察这些平常的事物,你会发现生活中的每一刻都充满了惊奇。 再来,当你在路上行走时,试着打开你的听觉,不是听那些吵杂的噪音,还是听那些被忽略的声音。 远方的鸟鸣,树叶与风的对话,甚至是你自己的呼吸,这就是生活的旋律。 当你用心去听,每一个音符都能教你一个故事。 而当你与人交谈时,是否曾真的专心地想过你们的对话? 不是想着怎么回应,而是真的去理解对方的话语,感受那份情感。 这不仅可以加深你与人的连结,更能让你更加了解自己的心境。 最后,当你经历生活中的种种,无论是高潮还是低谷,尝试用笔记的方式,去记录那些感受,不是为了分享,也不是为了记住,而是为了让自己有机会纯然地观察,感受那一刻的自己。 然而,在这一切的观察与感受中,我们要记住一件事,不忘下断语,生活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只有你给予它的意义。 当你学会了不忘下断语,你会发现,生活的每一刻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每一刻都充满了可能性。 这就是生活中的禅定,它不是远在高山,也不是深藏古寺,它就在你的生活中,只要你愿意去寻找,去感受,去珍惜。 当你学会在生活中培养禅定,你会发现,生活不再只是一连串的事情,而是一首歌,一幅画,充满了节奏与色彩。 所以,从今天开始,不要再让生活从你的指尖划过,打开你的感官,去看,去听,去想,去记录。 让每一刻的生活,都成为你心灵的营养,让你的生命更加的丰富多彩。 因为,真正的禅定,不是脱离世界,而是更加深入的感受。 珍惜每一刻的生活,这就是生活的艺术,这就是我们都可以追求的境界。 常言道,探索改善人生,感恩改变生命,让我们一起学习,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请订阅我们的频道,感恩有你们,才有我们,愿你智慧日增,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